大家好,這是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1年10月1日星期五 今天大家都覺得很熱 原來天文台紙由於覆蓋華南的庫熱帶高壓脊比正常強 香港經歷了有史以來最熱的九月 五行指標都創了1884年紀錄以來的九月份最高 其中全月的平均氣溫高達29.7度 平均最高的氣溫高達32.8度 最低氣溫平均27.8度 最高氣溫高於33度 最低氣溫高於28度的夜晚日數都破了紀錄 而截至今年的九月底 今年的夜晚日數和夜晚數目 都分別有53日和57日 同樣打破了去年創下的歷年最高紀錄 然後怎樣都講講今日國慶 灣仔會展居行十一國慶酒會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國慶酒會致辭時表示 在香港的港區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之下的雙重保障 就真正踏上了一國兩制的正確軌道 比回歸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加具備發揮一國兩制獨特優勢的條件 更可以積極地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 林鄭月娥又說 外交部日前發表了美國干預香港事務的實體事實清單 港府亦發表了營商環境報告 再次引證港區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的必要性 說明了外國遊客和部分西方媒體的抹黑和詆毀 並沒有動搖香港固有的優勢 林鄭月娥逐一在台上和嘉賓捉酒 包括全國政協主席梁振英、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還有國安公署署長鄭雁虹 但以往酒會會出席的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 今天因為身體不適就沒有現身 舉行升旗的時候 林鄭月娥主禮 出席嘉賓包括特區司長級官員、行政會議成員 他老公林兆波、中審法院法官張舉能 他們全部都是戴著紅色的口罩 天氣實在太炎熱了 部分官員不時都不停抹汗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口罩紅色特別吸熱 或者不知道口罩掉色的話 他們就全面全都紅了 這只是開玩笑而已 根據北韓官方朝中社報道 北韓的領導人金正恩 今天都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賀電 就指 北韓作為這個同志的朋友 對社會主義中國取得成就 就覺得好像自己一樣感到高興 又指 朝鮮和勞動黨的政府都會堅定支持中國共產黨 政府和人民 粉碎敵對勢力和瘋狂的反華對抗活動 維護國家主權、發展權和領土的完整權的正當爭鬥 我真是好朋友 在今天的會展 金子晶有些酒會 星期的時候 世民連今天就有四個人在關仔港鐵站 去遊行到會場附近 要求釋放四十七個案中被還押的人士 和內地的維權人士等等 遊行開始之前已經有三十幾個警員戒備 當中陳寶瑩和曾建成等抵達 十多名警員隨即包圍之後又守身 記者亦都被要求去指定的區域採訪 大批警員都阻擋在記者前面 阻擋著記者的拍攝寫文連 令記者的拍攝工作陪添困難 警方傳媒聯絡部後來回覆指 他們都有自己的職責要做 即是說警員有他們自己的職責要做 就阻礙你這樣 其實他們只有四個人遊行 但隨行的警員就有十幾人 去到菲林明道 嘗試通往金子京廣場的時候 就遭警方阻撓了 他們最終就在會場附近的酒店 外面密哀讀宣言 以及舉起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標語 早前水警高級督察林苑儀 追折走私期間墮海 其遺體隨後尋回 繼日前有消防局消防署的人員 因在網上的言論 被指嘲諷林苑儀租到停職後查 今天也有一名駐守馬鞍山警署的警員 在Facebook提及底死等言論被停職 而懲教署也有一名助理的懲教人員 發表類似的言論 同樣遭到停職後查 今天國慶多區也有很多警員駐守和巡邏 今天下午黃大仙商場北館對開門口對開 有多名警員折查21個男女 在現場所見被折查的男女均為年輕人 他們戴上黃色口罩 其中部分人綁上黃色手巾 身上有卡通人物鎖鴨 至於到傍晚6時多 所有人士獲放狠 現場指有21人因違反限聚令而遭到票控 最後講下西九龍重案組的警司鍾雅良表示 警方早前接獲線報 指有人在家裡收藏了大量的非法倉鞋 警方探員在週四 即9月30日晚上10點半 突擊搜查位於九龍城喉黃道11號的一個單位 檢獲了一批非法改裝過的氣槍 總共有11支長槍 4支短槍和一批武器 包括一支伸縮警棍 一把軍刀等等 也有大量的槍械配件 警方指在行動中拘捕了一男一女 他們兩個是夫婦 今天的新聞就到此為止 記得Like and Share 社交媒體分享 建設性留言 訂閱Patreon頻道 拜拜